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圣诞节了 然而新冠疫情不见好转 一些国家甚至出现反复迹象 政府不得不取消年度大型庆祝活动 眼看这波危机难在圣诞佳节前解除 英国百姓选择乐观应对 大手笔添购圣诞装饰 希望即便宅在家 也能和挚爱度过温馨欢愉的佳节 转眼又到年末 意味着距离圣诞节不远了 但是多个国家 尤其欧洲地区 第二波新冠疫情来势汹汹 迫使政府收紧防疫条件 实施宵禁 圣诞市集通通取消 往年万人空巷的圣诞景象 化作泡影 话虽如此 英国民众丝毫不被负面情绪影响 伦敦最繁华商业步行街 牛津街的商家们 虽然生意跌入谷底 但还是费尽心思 把各个角落布置得美轮美奂 同时大力推销圣诞装置 至于一般消费民众 即便身处逆境 也不失乐观 选择苦中作乐 如常上街给家里 添购圣诞树和其他装饰 而今年最流行的圣诞装置 就是多元彩色和面积 比较大的饰品了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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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小巧克力的小巧克力 我认为一件事我会看到一个肯定的肯定是 放置物品你不想想要在你的检设 你会有大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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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 或者甚至只是地上的地点 或是什么的大小的地点 也有什么大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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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 或者用的小小的小小的大小的大小 眼前这些看似简单 出自于当地名设计师的圣诞装饰 每个药价介于6到12英镑 大约32到65令吉之间 如果加上整棵圣诞树 价格大可能超过1000英镑 大约5440令吉